而事实上在46年前有人拍电影也很有创意哦 而且这还是黑白的台语电影 片名叫做《大侠梅花路》 您看到人都装扮成动物的样子 那么当时导演为什么这么拍 在当时比较禁忌保守的年代 这是不是真的所谓很无厘头的演出呢 我们找到导演了 他今年已经91岁 森林中的小动物快乐唱歌 忽然狼群来了 这时候两头公路又在为母鹿争风吃醋 不断开打 你没听错这部片全用台语花音 1961年在北投山区拍摄 诉求天然景 禽兽装 瞧着穿的最清凉舞昧的就是狐狸精 剧中还穿插了音乐舞蹈 附上歌词方便大家跟着唱 一场动物大战之后森林终于恢复平静 无底头的创意程度被网友誉为史上最苦涩的台语电影片 但是现年91岁的导演说当时可是拍得很辛苦 下雨不能拍 天音不能拍 有太阳 太阳大了也不能拍 完全是外景 所以说是很辛苦 大霞梅花路重现江湖 导演想都没想过 当时只是为了拍一部大人小孩都看得懂的电影 自时几年后竟然成了众人的话题 海巡王起入无光帝